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那天看他的眼睛 右眼就整个肿起来 而且右眼跟左眼不平凡 一边高的一边低的 而且右眼逐渐的看不见 也看不见 右手跟右脚都抬不起来 抓东西都抓不到 有中风的迹象 你知道他这个人皮皮的 就不去医院 还好儿子跟我两个人 就积极把他赶到医院去 到容总去的话 现在检查出来 确实他的后脖子的血管 有两根堵塞 脑部也有那个血块 所以现在吃凝血的药 就等于是让他去慢慢化掉 最少要在医院观察 五天到一个礼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你记得就是二九跟我讲 他叫我 要好好的 一定要越来越好 是 给我答应他 对 是 这个工作还叫正常 我相信他今天也会希望我们 去正常工作 不然因为他就是 比较容易进败 于安琪的告别室 二十九号圆满落幕 今天于香泉虽然面带疲惫 依旧打起精神复工 昨天爸妈有去永恒对不对 对 你爸妈这样子 大概时间不长 看都是难过 爸妈真的 昨天都是这样 你看到都难过 嗯 大概大概 带小孩子去 大概大概 很懂 那于大哥亚平吉的身体还好吗 爸爸 昨天我帮他叫一个 暗 梳压这样子 梳压 他们就没按过了 把他叫到 他还不喜欢去玩 把他叫一按一按一按 那他血压有比较正常吗 这几天好一天 嗯 大概一百三 就是 就是以他的年纪来讲算正常 天一天 就还不是这样 就是一百六 一百七百八 一按一按一按 他现在还是会 一泪洗面 就哭 大家都会吧 你就是在 就是 就是可能 想到的时候 对 尤其是玩笑 特别是玩笑 对 没有很多人待会 对 对 每一个人心情都这么 是 我记得就是二九公讲 他叫我 要好 一定要越来越好 是 我有答应他 对 是 我觉得工作 还是要很正常 我相信他一定也会希望我们去正常工作 对 对 那你有考虑 譬如说跟柔柔的结婚进度加快充洗吗 目前在那边想到那边 目前真的没有想到 是 是 本来本来是为了很多热情啊 可能冲着洗啊 冰箱 冰箱 没有想到 除了恢复正常工作之外 希望想要陪雅萍姐 你大哥在做一些什么事情 有空的时间啊 就多分钟 嗯 嗯 我带来小朋友 我带来小朋友 也不介意跟姐姐 可以说啊 是 他现在毕竟快很 他很难过